台北的捷运干净又安全 现在呢位在新北市五星级的 14张机场基地首度曝光了 这条串联了台北八条捷运线的 环状线第一段 全长有15.4公里 可以媲美东京市的三首线 预计105年的年底要完工 民众从新店到板桥 将一车到底只需要20分钟就能到达了 那这边呢是我们三环三线 也就是新北环状线的第一环 有日本三首线之称 这是14张站 串联八条大台北捷运线的 五星等级的14张机场基地 将会改变新北市市民的生活 它不仅是唯一的生态绿化的捷运站 还是连外交通的最重要的车站 那中间它有跟八条的捷运线相衔接 所以只要这个线通了之后 将来民众要转成 那个就非常的灵活 所以对整个捷运搬运运输的效果 它的加成加折非常的大 环状线第一阶段全长15.4公里 设有13处的高架车站 有一处的地下车站 还有一处的维修站 目前整个工程进度已经达到60% 14张车站 占地有14公顷 等于是7个小巨蛋 未来是地下两层 那么地上至少60层的 柱商混合的绿建筑 那么整个的工程 预计在105年的年底会完工 强大的转程功能 将替所有的民众 节省许多通勤的时间 从新店到板桥20分钟 而车资可以省5到10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